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赛尔提克昨以98比104不敌热火终止16连胜,无缘再写奇迹,绿山军主控俄文,凯瑞尔敏对此回应,这是一个很棒的连胜,但也是时候该结束了。 俄文说,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,此一上半场热火一度取得18分领先,面对联盟顶级防守球队丝毫不敢畏惧,投篮命中率将近5成,俄文认为热火本场求胜欲望强烈,春晚全神贯注,必须称赞他们在场上的拼劲。 此外,绿山军上次输球已经是10月19日交手公路时,当时更是伤了主力前锋海沃德·Gordon Hayward后的首场比赛,虽然少了海沃德助阵,俄文仍扛起球队重责,带领绿山军打出连胜高潮,而俄文此战上场33分钟,得到23分一篮板三助攻的成绩。 俄文资料到USA Today Sports